剩下博彦王,國邦之君,以及排最外檔的編隊長 博彦王進入了,國邦之君進入最後的編隊長 2023年的法國打比大賽,馬匹入閘,隨時起步 準備,好,一起步,應聲達出內蕩的大石,第一隻跳出來 浪接浪都頗快,中間還有道安問候 外蕩的馬,埋緊尼,國邦之君,以及大外蕩的編隊長 一派中司也騎上來,外蕩的馬還有一匹東日布丁 在他們後面博彦王,然後才看到馬羹中間火上加油 國邦之君已經退回到最後三位置 尾是美國花旗,暫時包括橙衣那匹頂級衝力 跑了400米左右,暫時大石沒有馬方 帶著一個馬位 守著第位是編隊長,暫時在外蕩 附著第三位是浪接浪 然後馬在外蕩的那匹是東日布丁 夾著馬羹中間帶圖領的一派中司 貼著欄還有美國花旗 然後博彦王,然後跟著道安問候便是尾四 尾三是火上加油,尾是頂級衝力,涉上內蕩 包了落尾,暫時是國邦之君 跑了一千米,前面帶頭大石輕鬆地放 暫時帶著一個馬位都開始入彎 守著第二位是編隊長 附著第三位,路蝕住位是東日布丁 貼欄第四是浪接浪 跟著馬仲一派中司,博彦王走外 內蕩涉上了些是美國花旗 然後道安問候火上加油 尾位置仍是頂級衝力,包緊尾暫時仍是國邦之君 頭尾馬距離都是六七個馬位之間 直路進發的時候,大石沒有太多威脅 放得很輕鬆 開始要騎路的編隊長 內蕩涉上來的浪接浪 然後中間上來的馬,還有美國花旗要等位 外面就是一派中司 然後上來,火上加油也開始追上來 外面上來就頂級衝力 入隊之後三百米範圍的時候 前面大石拿著兩岸幾百位優勢 前面的暴頭都還很厲害 後面上來的馬,有頂級衝力 中間火上加油就不算太多了 前面大石來到這裏有些轉弱 頂級衝力,越衝至越騰 衝到上來,後面殺上來的馬 就是道安問候 那張第一名,頂級衝力是金家的法國 打給得主 第二名就是大石 第三名,結果道安問候 第四名才是火上加油 結果不敗了頂級衝力 不敗就繼續不敗 大石都被他移動了 最後一衝上來 道滿樂第三次贏法國打比大賽 結果都是盧潔陣營 大石的經驗可能還差一點 盧潔第六次贏打比 贏的那些也有經驗 有一個數據仍然是頂級的 道安問候仍然是上到名的 包括第三 對,2000基地大賽的得主是第三 第四呢 其實都不錯了 火上加油都不是太差了 結果頂級衝力 未敗之師 贏了今屆的法國打 時間很快 2分02秒75 就是 2100米之後轉了最快的時間 他可能這隻大石是捉不住 因為口徑很重 其實看就只有他自己一隻放 但是段段都很行 因為之前最快的時間設計是明師 2019年2分02秒9 剛才跑2分02秒75 我都相信這隻大石 如果跑千八橫以下 你很難頂他的 真的 後勁也很厲害 但是一匹過到他 他真的脫開了 回到來 做到很快的時間 場地 因為大部分圖程的時間 都是大石做的 好 道滿樂又贏了一屆 結果 第3次人打比 金虎神偷 2000 都很好的馬 華萊敏兜就要再努力了 還沒贏到 反而狼接狼 是不是跟得前頭 跟散了呢 如果這場馬的步速是快的話 失望嗎 回到來 他真的沒有 結果一派中先都過了他 因為在東帝錦標 他先過一派中先過終點 但結果這次就反過來 對 集定賽果 6號 11號 2號 5號 現在看到新鮮出爐 法國打給大賽的冠軍 對 頂級衝力 真的頂級衝力 那些加速 軍臨天下之勢 對 杜滿諾 都贏多一屆打給了 其實他不是很久的 17年巴米托 19年設計名師 來到23年再贏多一屆 魯傑也非常多好馬 上屆就 訓導禮都贏了 今屆做到一屆 上屆就蘇明倫跟他贏了 今屆就杜滿諾 今屆主帥 就贏回 美國花騎沒有什麼看的 沒有 那真是放棄有理 他不單止沒有追到上來 對 還要退 還要退 長力可能還未到 沒什麼聽過 提起他 沿途的過程 可能倒轉 今天的地 更乾 活頓鎮的人 又沒有那麼好 也不奇怪 這隻頂級衝力就厲害了 任何場地都能夠應付到 這些也是 他都沒有輸過 有幾多在手 其實都看不到 之前 即是變成 將來再跑 你又不用怕他要走 一會兒就淋地 又快地 那他什麼地都可以 他現在是大石都很厲害 一段段快 其實他千八滑以下 你追不到他 真的 他轉彎都想脫開 你看到剛剛一邊跟著 看著他都跟著他 跟著他 直接跟著他 跟著他就是編隊長 狼接狼 都沒有 你記住 我一踩 其實他脫開了一點 恭喜道妹 還有樂 勞傑 好 把他拍一張威水照 打給冠軍 看看這類型的打給冠軍 有沒有機會 我以為在香港見到他 過往有發覺打比大賽的得主來過香港跑 香港盤線景象 還要贏了 看看部署之後會不會再… 現在很多選擇了 跑得長一點 你半 還是怎樣 還有一些打比面跑的 愛爾人打比 德國打比 到時有些要碰頭 德國打比愛爾蘭打比大賽 我們也有得看 已經知道了 將會有得轉播 多散巨像 看看幾隻打比冠軍一碰頭就好看 這些是真正的狀元 未輸過 這邊是無法合作 這屆八米高仍然有所努力 這屆還未到他贏 這屆剛才你走的過程 首位有點… 關了他 最後一刻就把他打開 拿到照片名 看他跑時 看起來他就立心留後些 他就不是說那麼早想擺不及 可能第一次擺得那麼長 就不敢早點擺得太多 有些顧忌的 但起碼上次爆完冷 這次就接到了 都繼續上到名 維持到良好的數據 堅尼大賽的得主打比是沒問題的 起碼不要說上次爆完冷 腐乳這次人見了 上次看他贏建州立國 不是腐乳的 建州立國不容易對付的 好,我們一路拍攝杜滿樂和頂級衝力 有些進程有很多選擇 運動禮,上年贏完打比之後都 不錯啊,之後其實都可以的 就是挑戰連長馬 雖然贏沒份,但二三名他經常都做到的 很多人可以想法 日食大賽會想 外野人過關錶,或是教學一點點時間 還是外野人打比也下去跑 因為現在都是六月初而已 這次跑外野人打比大賽 四星期之後 就會去到外野人的卻拉馬場 那你就挑機了,我扮他的主場 是啊 好,然後我就在多產巨像等你 可能都不出多產巨像 這樣就好看了 即是都不出多產巨像 對 對 對 也都不定 看了一些訪問 還不定案 那這也是一貫樂白人的做法 他沒有那麼快決定 有時候可能去到英王錦標 對 還有現在多產巨像 可能會想到一個場地 就是 太軟了他又不肯 要等一些乾快一點的地 那也都好視乎接下來的天氣 對 那未有來去到外野人打比 我們先會經過王家亞士谷賽旗 再看看有什麼好馬出來 對 到時將會有一年很熱鬧的賽旗 今年疫情已經過去了 今年王家亞士谷賽旗 也有很多外隊馬都會跑 澳洲馬 澳洲馬也會到 香港的福日 還有一些美國代表 以往都是 華特那些 華特那些 看看又帶多少隻 兩歲轉三歲 或者兩歲馬 有時候是中伏的 即是一隻贏得很快 有些人一放到 有些人 他間中有些後追 那些很厲害 有些人放到一半就沒有 有些人跑六百左右 已經不見了 但我知道他到時 一報名 那些當然是二門 就是那些兩歲馬 他到時又找大圖里 那些就很惹注目了 到時真的 好 現在就等著騎斯列馬師去領獎 馬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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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 به 社長 星期 總裁 信者 上低馬場,一連一度的最大勝士 法國打比大賽,今屆都名花有主 勝出頭馬就是頂級衝力 今天贏得很輕鬆 國際評分會調到多高 跑之前106 因為你高過106 大城是106 跑之前106 你現在贏了 贏了,做這麼快時間 還要快提速 導滿諾 之前來過香港,跑女王杯 吉典娜之後就跑寶寵 不是導滿諾跑 導滿諾沒有牌照 他應該沒有客串 應該是東貴 現在他很不空 剛剛發覺這邊就 大賽期 開始入高峰 吉典娜到時補寵 團野大城 那次來操馬 跟操 這次給他試試 導滿諾可能會到年尾 再去客串 近幾年都是 這個是他,是不是女女 潘頓 兩場分級賽 兩姐弟就 一人一個 自己會排位 哈哈 好了,法國打給大賽 裏面看班長 哪些都是福榜完畢 慢跑第一名 就是六號頂級衝力 讀完105元 位置派23元 第二名11號大石 位置派14元 第三名二號動安問候 位置派24元 第四名五號火上加油 連日六答11派135元 二重賽六號順序 405元 三重賽六號 11號二號順序 派2162元 單天派373元 位置洋六答11 54.5元 二答六 118元 二答11 54元 四重賽五號 四重賽六號 六號十一號 六號十五號 五號順序 四重賽六號十一號 六號十一號二號 五號順序 八千七百七十二元 賽事完成時間2分02秒63 2分03個半馬位 2分032個半馬位 好,法國打比大賽我們都看完了 這兩天三項的羽羊轉播賽事 我們都看完了 英國打比,日本安田紀念賽 以及剛剛看完的法國打比大賽 接下來的羽羊轉播賽事 到兩星期後 皇家瓦士谷賽期的賽事 到時連續五晚會跟大家欣賞賽事 好,我們今晚節目時間到了 到皇家瓦士谷賽期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好,都